对对对 你在 我是在昆明 所以我请这个亲戚拿片子先来 对 我看到了你的 对 你是有一个案例跟你很像是吧 对 一个案例就是说 你这个也是 就是说你有点遗憾就是 对 然后又是零发转右 然后他也是吃了滑香药 就有缩小的一公分 四公分缩小的一公分 后来站你这 我知道 你不用说了 就是你的情况跟他很类似 但是你有点遗憾了 就是大概19年还是20年 你就发现肺部节节当时没引起重视 我没发现过肺部节节 也是我自己有过吞血 突然就吐口血了 我就说观察一下明天再去看 我是心里惊了 这个后来他也一点都没有了 我就大意了 我以为没事 他是偶然的哪里出了点血 我就没管 然后那个单位每年的那个胸篇的检查 然后这样子的去年你就气喘加重 结果一照CT发现胸腔肌液肺里面有个肿块 然后证实是一个肺的腺癌 而且有基因突变就吃了把相治疗药物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么现在看起来把相药很有效 我们原来之前的这个肿瘤了有三四公分了 那么将近四公分大 现在吃完把相药了五个月 这个肿瘤是明显缩小 而且胸水也消失了基本上 我那个乔主任只吃了一个月 那你最近又没做检查是吧 现在还不到两个月 还有十天才到两个月 我还没去检查 你这写的是五个月呀 那我写错了 我是说那个我写错了 我吃把相药到现在是才一个半个月 那不要紧了 你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再复查吧 好的好的 那么我发了那个这个有胸水的 有这个转移 胸膜转移的病人 吃了把相以后做手术呢 这个我做过很多这样的病例 那么我总结的经验就是 什么样的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呢 就是第一个没有全身转移 就是全身别的 比如说肝脏啊骨头呀脑袋都没转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要求这个肿瘤有明显缩小 而且缩小到不能再缩小了 我就是说比如说他现在缩到一公分 但是了再吃药他也不会继续缩小了 稳在那个地方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你的身体条件要好 心肺功能好 不要到处走来走去啊 爬楼梯都没问题 这样就可以做手术了 我现在呢就是每天可以走五六千步 对对那挺好的 应该是可以 所以呢你就耐心坚持吃三个月 整全部的过程吃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以后做一个全身派特CT 好的 派特CT如果真的别的地方都没事了 可以考虑手术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再想问一下乔尊 其实按你的经验做了这种手术以后 他的那个获益力还是比不做要高 那当然了要活得更长 甚至能完全治好都有可能 好的好的 那我就那个那我三个月以后 就是帕特CT是在这边做 还是去你们的 都可以反正有结果就可以了 好的